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村渔家渔月人欢庆丰收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今年以来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庐山西海风景区持续练内功 抓住创国家5A级景区的契机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 科学谋划景区业态布局 努力提升景区软实力 努力推动庐山西海风景区增值体制 争取今年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在一家河新村的柑橘采摘园 青黄色的橘子挂满了枝头 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采摘 柑橘向来是庐山西海风景区 一家河村的第一大主导产业 今年局员预计产量达500万余金 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11月中下旬 柑橘采摘已成为 庐山西海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流量很大 到了周末的时候大概有2万人 我们也跟其他景区联营了 比如西海温前 我们把机子跟他套票在一起 你到岛上玩了半天 再可以到我们下面踩在眼里 踩在半天就留住游客 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 庐山西海不断丰富胡岛旅游业态 植入了主题游乐 文化演绎 休闲锤吊等多样化功能液态 同时按照水岸一体 南北联动的方针 实施了急镇改造 景区建设 乡村振兴三大提升工程 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 像书吧咖啡吧 这样一些免费的项目 增加了我们这个岛上的文化性 科普性和宣教性 就是让我们运动西海 文化西海等五大名片 有些融合在一起 同时在胡岛改造中 景区巧妙融入 桥园 塔文化 并引入智慧景区概念 加快旅游国际化步伐 比如像那些机器人 更多人性化提示我们 岛屿怎么走 以及我们每小时 都用保洁员去打扫卫生 做到每小时的人去清理 通过大力实施旅游经营提升年 项目建设提速年 全域旅游落实年 庐山西海五维级创建的步伐 更加坚实 湿化西海 健康西海 时尚西海 运动西海 文化西海五大名片 初步形成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 硬件和软件的全面提升 具备了硬件的状态 下一步就是围绕我们 五维创建的核心景区 配套进行了周围 急证的一个改造 实现了景区的各个模块 实现了有机偶合 最终实现我们一个 全域旅游的概念 金球世界 赣州信封正平镇 求师村近五十亩金丝黄菊 花开正宴绚丽绽绽放 不但吸引了一大批游客 前来赏局游玩 也为种植户和壮大 村集体经济 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眼下金丝黄菊迎来丰收期 村民们正抢抓 请好天气进行采摘 我们求师收入村是13户省计贫困层 前层有43户143人贫困层 以2015年实现了前层偷屏 为了梗固 偷屏成效 经过正层两集到广东 墨泽峰 集团基地考察 发现我们求师收入村 这个气候环境 土壤 比较适合种这个金丝黄菊 和黄菊两个品种 说干就干 求师奢族村通过流转土地 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形成了基地种植 生产加工 经营销售等一体的菊花产业链 经过半年多生长 迎来了第一查丰收期 这个菊花种植 第一年可以看到 我们的菊花涨势喜能 带动了前层贫困富 失陷了家门口就业 今年一季可增加 成绩的经济收入21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扩大政治面积 带动更多的在家 带小孩的老人 和苹果妇就业 在灿烂的阳光下 一株株金丝黄菊 竟相开放 一大片金色的花海 在绿叶中额外绚丽 艳丽的风景 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 慕名前来赏菊 两万多株菊花 也吸引了爱好画画的小朋友 前来采风 我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菊花 开得那么漂亮 那么金灿灿 小孩子来这里画画 也很有灵感 然后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 大信封的农村的变化 非常非常的大 距离今年的立冬 还有几天 在吉安万安沙平镇 长桥村佩西 一场精彩的渔市活动 正在热闹上演 各色的渔品 飘香的渔宴 跳跃的渔而欢呼的村民 构成了一幅 渔月人欢的渔家乐 丰收景象 盛世渔歌 金秋佩西 渔市活动 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休闲游玩 在青山绿水中 游客们可以体验 水上赶鱼 抓鱼 钓鱼的乐趣 感受渔月人欢 浪花四溅 和水上自行车的运动快感 还可以观看 新奇的水上独竹飘 飞移唱船 十八摊耗子等表演 来一场飘香的渔宴东埔 整个山村一片热闹喜庆 今天我就是奔着鱼来的 来这里抓抓鱼 品品鱼 感受这里鱼的味道 希望年年有鱼 有个好采头 长桥村毗林干江万安湖 近年来 村里利用丰富的生态山水资源 挖掘本地鱼文化 把村里打造成了 集关鱼 钓鱼 赏鱼 游乐观景 修气为一体的 鱼家新村 全村可养水面 1.5万多亩 鱼家乐 风生水起 现在可以 人现在没多了 生意好做了 一天能买 四五百斤鱼出去 那个鱼 都是我们家里的特产 神天然的鱼 我们这个鱼 是插嘴 能放天仰 养殖模式 所以鱼的路质鲜密 营养丰富 很适合冬醉的食谱 所以内冬前后 我们就会组织一些 鱼室活动 来吸引游客 像今天 参加活动的 估计有上万人前来 万安湖因国家 七五重点建设项目 万安水电站修建而形成 鱼乐资源丰富 近年来 万安采取人工增值放流 推广人放天养 生态渔业模式等措施 有效保护了 万安湖的 渔业资源和水生态 助推当地 渔家乐的发展 我们已经连续12年 开展渔业资源 政治放流活动 每年都要投放 渔苗200万文以上 来保护我们 干江万安湖的水生态 促进我县 渔业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 古往近来 扇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把小小的扇子 成为容实用价值 与美学价值预体的 精美的工艺品 在福州市的乐安县的南村乡 就有一家侍女扇工坊 工坊里的侍女扇不仅做工精湛 而且是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还向海外出口几十万 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旅游文创产品 在我手中的就是咱们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乐安的侍女扇 您别看这扇子小 它造型精致 而且种类繁多 并且远消海外 而且是当地的扶贫产品 看到我右手边 我们就来到了咱们乐安县的南村扶贫车间 在这里面 您就可以看到 侍女扇是怎样练成的 扇子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最初是一种礼仪工具 后来扇子被普通的匠人和有才华的艺术家 加以不断的修饰与雕刻 逐渐演变成了有实用功能的艺术品 眼前这些侍女扇和其他扇子最大的区别 就是小巧可爱 非常适合女士使用 故而得名侍女扇 发现这个侍女扇很有特点 如果是用来实用的话 特别适合女生 女性朋友们 你看第一 它精致小巧 花纹好看 把它折起来呢 可以放口袋里啊 对吧 小包包里啊 特别方便 夏天热了 旅游的时候就来扇一扇 第二呢 作为工艺品来说的话呢 应该放在家里面的茶室里边 或者是放在这个书房里边 放个小架子 的确赏心悦目的 詹丝 诗情画意的 您可别觉得这个环境有些简陋 要知道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乐安侍女扇 虽然工厂看起来并不大 但是一年下来 毛竹可以用掉三万根 侍女扇出口海外上百万把 创全国同类产品出口销售最大纪录 因为这个山面各方面的根据西纸嘛 这个造型不一样 哦 明白了 所以多品种呢 叫多造型 能量的 有些人叫喜好 有些喜欢这样的 有些喜欢那样的 诶 的确是 所以这也是能倡议 是 产品倡议的 适应四谈变化 稀释 而且我也听说 这个侍女扇 不光当地人喜欢 还有江西人民喜欢 咱们国内人民喜欢 并且还远交海外是吗 卖到过什么地方 这个东西一般按我们那个女扇 这个名字叫适应上 适应当时是日本韩国那边 比较有喜欢的这样子 哦 但我们那个呢 那边下一部分呢 有一部分呢 普通一部分都像那个呢 墨西哥那边呢 哦 墨西哥 印尼的 这个东西 嗯 我们这主要是适应那个 适应那个日本韩国的多 哦 那这个扇子 从开始制作 到最后完工 大概需要经过多少度的 手工的步骤 有三十多大工序 三十多大工序 现在还来讲 还有以前四十多大工序 现在现在提加 以前好多手工的 这好多手工 这个片子手工的 这个造型是手工 然后拿出来的 现在来讲 好多是机器搞出来的 乐安当地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自古以来就非常盛行 竹制品 南村市女善 主要制作工艺 首先要根据产品的规格 去除竹节 取中间光滑处 将竹筒开片后 放入机器后 冲压成不同规格的扇片 再进行进一步打磨抛弓 随后高温蒸煮烘干 如此十来个步骤 方能得出一片 合格的扇叶片 陈兆之介绍 为了产品的稳定性 毛竹必须用生长期 五年以上的毛竹 为了能够找到 合适的竹子 它跑遍了当地山区 最后通过企业家基地模式 自种了几千亩毛竹 同时 它没有忘记其他村民 和当地的贫困户 一方面 它的加工厂 安置了一百多人务工 其中残疾人二十多人 另一方面 它也发展外包加工 带动一百多人 进行灵活就业 这几位大姐 就正在进行 外包加工中的一项工作 贴扇面 姐 您好 我看您做得很熟练 您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这个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做这个有什么绝窍 或者说有什么心得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学一下 有 有一点 因为你看是简单 但是它也是有点技术 学的 可以 这个是首先 要沾一点点胶 然后这样 把它沾在上面 然后比这边沾一点 如果你沾得太多了 两边倒都留着是胶 然后这个扇子上面 它会沾得倒的都是胶 很难看的 所以它就只能沾一点点 头上一格 两边头上一格 然后这个把它放在晾干以后 把它拆开 它就成为一个腹熟 一个扇子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呦 你做了这么多了 对 如果它测开了 这就一个扇子 如果你前面不空掉 这一格 它就这样粘着 它就一个速度不够 哎呦 就这个你叼着这个扇子 哦 哦 嗯 有什么呢 给它配置 好 现在是 装好胶了 每个 前面共一个 放一个 对 把它放进去 对对对 对对 是有点 其实是有点 哎就是 您看 大姐做的这么熟练 感觉好简单 但是你要把这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放进去 还真是更难 有一点手把 如果力道不均匀的话 它就容易歪 容易偏 偏掉 然后它就会 你看像这样 随便粘在一起 因为它是有脚的 它就粘在一起 孰能生巧 看来短时间是学不会的 大姐说 像她这样的熟练工 一天下来 工钱能有一百多 在家门口能赚到这么多 她挺知足 像大姐这样的工人 大概多少位呢 整个天区的 它这个平地 就这个地方 增添这个地方 它就是附近的这个村子 做这个 差不多就七八十个的 哦 明白了 因为不说复杂 所以大家 手工的 估计都有活干 大家都有活干 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一年 两个小时一起做过来 一天工资 大部分发放量 大概两百多万 哦 所以说作为扶贫项目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伙都能够从事 自己力所能及的 那一份工作 那一个环节 最后完成一个 比较好的 一把扇子 一个工艺品 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一组全省各地的 文旅资讯快报 日前 由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委员会主办的 2020第二届 三清山瑜伽文化节 即道学瑜伽峰会 在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引江奢明新村 盛大开幕 本次瑜伽文化节 邀请了 界内享有盛誉的 专家作为导师 为全国各地 百余名瑜伽学员 分享丰富的 道学和瑜伽精华 峰会交流 氛围浓厚 广大瑜伽爱好者 和学员们打开了眼界 度过了一段 美好的瑜伽时光 瑜伽是东方古老的强身健体方法之一 是关于身体 心理和精神的一种修炼 在三清山举办瑜伽文化活动 一方面可以突出 三清山绿色康雅 云游先进的品牌优势 另一方面 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三清山 了解三清山 宣传三清山 推荐三清山 也是我们三清山文旅融合活动的 一个重要渠道 11月1号至11月30号 2020欢乐湾碑 山水五宁文化旅游促进消费活动月 将在九江五宁县城 欢乐湾小镇举行 为了测应本次活动 五宁县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全县各大A级旅游景区 全部免收大门票 旅游消费项目打折包括 西海湾景区内的 玉建五宁实景演绎 画坊游船五折 阳光照耀二九度假区 推出房车 木屋 住宿超值套餐 所有客房价格八折 赠送景区船票和滑草 射箭等参与性项目 黄金海岸水上运动俱乐部的 运动快艇 米兰游艇 水上竹筏等所有水上项目五折 飞乐航空飞行营地的 热气球项目五折 直升机飞行项目三百九十九元 俯瞰湖光山色 感兴趣的游客不妨前往 商美食看美景 巡转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 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游客 江西旅游青 周斯健